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你们好,我是老胡,在多伦多向你问好 今天是2022年6月7号,星期二,奴隶5月初九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 释迦坡两说高中受威胁,密西沙加镇吾发生大火 碧西省出现猴斗病例,加洋行7月可能加息75点 美国宣布简化路径限制,马斯克威胁终止以Twitter交易,加拿大饿滥成灾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首先是疫情的情况 6月7日,安一省新增537例的确定病例 今天与病毒有关的死亡人数为4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3293人 住院治疗人数为526人,重症监护室有114人 55人需要使用呼吸剂 省实验室昨日总共完成了8291例的检测 阳性率为7.2% 截止到昨天晚上,安省总共注射了3344万剂的新冠疫苗 12岁以上,一级注射率已经达到93.2% 完全接种率为91.4% 18岁以上,有60.4%的人接种了三级疫苗 魁北克疫情,魁北克6月7日新增630例的确定病例 住院治疗人数为1007人,比前一天减少31人 死亡人数新增6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5456人 截止到6月7日中午 全加拿大累计确诊大概是390万 比昨天增加不到900人 累计死亡是41360多人 比昨天增加3人 累计治愈大概是356万 现有确诊大概是27.5万 释迦堡两所高中受威胁 多伦多公公校交易局丢日表示 正在调查两所学校所收到的威胁 不仅几所学校也被封锁 教育局表示 收到的Wilford College的高中 位于释迦堡所有学生都安全 位于几个街区员的另一所学校 Jack Mannson School也收到威胁 该学校被封锁 不过现在管制措施已解除 目前看来这两期威胁时间之间没有关联 不仅几所学校也都进入戒备状态 警方称上周五时 来自Gailwood一带的移民学生打电话报警 却留下了一条令人担忧的信息 周一上午9点半左右 警方又接到了另一个电话 密西沙家阵务发生大火 5月2日下午2点左右 密室2869号Battleford Road上的三层多段源阵务起过 一名消防员救援工程中受伤 居民民道安全 7号原因还在调查中 继续 这次大火 共造成该连排阵务36户单元收据 居民民被要求撤离 从消防员高空拍摄的录像显示 对线起火的单元周围有几顿房子 都或多或少的收尋 现场全是瓦礼和碎片 这些房屋的屋顶几乎都已不见 屋子内部暴露在外 密室消防局长表示 消防人员当时在扑灭大火时遇到了挑战 因为他们赶到现场时 火石已经蔓延到各楼 因此火灾造成的巡视是严重的 因为寡大风火石非常迅速蔓延到周围区域 对消防员来说 这种情况下要护灭火石是很困难的 大火在多个单元扩散 并烧透了屋顶 消防员们必须追着大火并将它扑灭 大火烧过了屋顶区域 并穿过了阁楼的消防阻断装置 该装置让火石蔓延速度明显解放缓 但是并没能完全阻止它 陛西省出现猴斗病例 陛西机攻中心证实 陛西省出现手中猴斗病例 早前患者通过实验室 悦人感染 现在正等待国家卫生物实验室进一步确认 温哥华延安卫生局 未有透露患者资料技术的区域 只表示正展开公共卫生后续行动 自上月以来 一代非流行国家主要是 欧洲发现超过700宗猴斗病例 截至上周五 加拿大一共有77宗确诊 其中亏盛占71宗 安省5宗 亚省1宗 疾控中心重生 现代公共感染猴斗的风险非常低 民众没有必要接种疫苗 猴斗主要是通过接触带有病毒的伤口 床上用品或毛巾等而传播 一颗通过呼吸道病毒传播 咳嗽不打分体传播 潜伏期通常是6至16日 感染分泌两个线的 前五日为传病期 主要出现发烧 剧烈头疼 肌肉疼疼症症状 发烧后1至3日进入披震期 最常见的是面部披震 然后扩散至全身 部分患者有严重领患结肿大 严重命理较常见与儿童 加拿大洋行7月可能加息75点 美国银行证券设施表示 由于担心通胀失控 加拿大洋行在7月份的会议上 非常有可能将基础利率上调 定调75个百分点 加拿大洋行显然希望迅速将利率 上调至2-3之间的中性区域 因此7月份加息75个几点 有非常现实的可能性 加拿大洋行在7月17会议上 决定加息50-75个几点 很大程度上将去绝业 6月22日公布的5月通胀数据 数据显示5月份的通胀预期 终止为连续第二个月 同比月升6.8% 美国银行目前预期 加拿大银行7月连续 第三次加息50个几点 但表示加息预期存在上行风险 加拿大洋行已将割业利率的目标 上强至1.5% 同时而比较声明称 如果有必要 管理委员会委员采取更有利的行动 以实现2%的通胀目标承诺 美国宣布简化路径限制 美国商务部6月6日 公布了一项振兴旅游业发展的最新战略 主要包括简化国际游客的路径流程 以及开放更加多样化的旅游目的地等 从而刺激在疫情期间遭受重创的旅游业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表示 很多行业早已度过了新冠疫情的难关 但旅行和旅游业则没有 旅行和旅游国家战略设定的目标是 到2027年每年吸引9000万国际游客出美旅游 预计这些游客每年将为美国带来2790亿美元的旅游收入 马斯克威胁终止以Twitter交易 埃隆马斯克向社交媒体Twitter发律师信 警告若不提供垃圾和虚假账号资讯 马斯克可能放弃收购的交易 信念写道 Twitter显然实质性的违反自身义务 马斯克保留终止这项收购义务的一切权利 马斯克之前表示 Twitter拒约提供让他可以自行评估这些垃圾和虚假虚拟账户需要的必要数据 收购案将暂时搁置 根据其发给Twitter发务部长的信显示 马斯克需要这些数据资料来获得融资资金并为公司所有权转移做好准备 马斯克的律师表示 马斯克有权获得他所取的数据 原因之一是他可以帮助为该交易融资 加拿大鹅泛滥成灾 6月的加拿大已经进入初夏 真正霸主加拿大鹅 他们已经杀回来了 虽然加拿大鹅是一种国家象征 故为国波级的野生动物 可现在加拿大人已经为大鹅的泛滥成灾 闹心不已 希望能想个办法减少他们的数量 加拿大鹅现在被嘲笑为城市海中 他们侵占了北美的新积极地 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每年春天过后 火生生的加拿大鹅就开始嘻嘻嚷嚷地涌上街头 春天来临的时候 南非的加拿大鹅会陆续返回加拿大 在水边筑巢下蛋 不软忙着生儿育女 进入繁殖季节的加拿大鹅们 警惕性特别高 不管是谁接近了大鹅的巢穴 等待他们的都可能是一场天内 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和鸟蛋 此时的加拿大鹅非常具有攻击性 看谁都不随眼 谁碰到谁倒霉 当你被加拿大鹅攻击的时候 报警也是没用的 反正警察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之前甚至发生过 加拿大鹅严重创伤警察的事 汇率和天气预报 6月7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528.9元人民币 明天6月8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3度到23度 少云 多伦多14度到20度 少云 温哥华12度到20度 小雨 魁贝克11度的21度 雨 卡尔加里8度的21度 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也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 再见 好